第一款守定狀態之人 有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餘者 是否護送就醫 各縣市政府警察局衛生局之認定標準不一 原此建請衛福部及內政部 召集各縣市政府衛生局警政單位 消防單位檢討及釐清精神衛生法第32條 第一項警察及消防機關護送就醫的疑慮 令衛福部應檢討根據該法第八條 會同中央社政勞工及教育主管機關建立社區照顧 支持與復健體系之成效及改善措施 並重新檢討精神衛生法鎖定精神疾病 各情勢所需之治療方式為精神醫療機構 或社區治療為家 一個於一個院內將相關結果 送交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提案人委員黃秀芳連署人委員 吳玉琴陳曼麗陳瑩由美女宣讀完畢 好 請問主管今天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那個警政署有意見 好 來 請 警政署報告 有關於案流的第四行 原來是建請衛福部召集相關單位來開會 現在又加一個內政部 因為精神衛生法的主管機關是衛福部 不是警政署 而且原來寫衛福部的時候 召集相關單位裡面 就有包括警政單位跟消防單位 所以我們建議是由衛福部 來召集相關單位開會就可以 內政部的部分是不是可以 把它刪除以免重複 另外在整個療程裡面 這個附送過程 警察跟消防是協助附送 不是我們需要認定說 他是不是要接著強制送醫 這個應該是衛生單位的 所以我建請 這個把內政部的部分 跟他做一個調整 以上報告完畢 好 來 衛福部有沒有意見 委員報告 其實本來在地方 都有在做這樣的協調機制 但是衛生局 他就衛福部只管到衛生局 其他的通通管不到 那至於強制就醫的部分 跟委員報告 全世界只有台灣是 把衛生人員放在第一線的 全世界都是警察去強制就醫的 那今天我們這樣做 當然是考慮到整個發展的過程 其實警消隊這個部分不夠了解 所以有這些目前都是警消衛 大家一起來合作做這件事情 那彼此間的這個協調 目前來講還是很重要的 好 好 分析也贊成 因為剛剛大家提到整合 我想各部會大家共同都有責任 就衛福部跟內政部共同來著急 好 那黃委員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嗎 好 我們就按照原來的修正文字通過 來 第三案 第三案 鑑於人格急患並無身障手冊 除非透過導師轉介校園諮商 或當事人有諮商意願 否則人格急患在校園中難以被察覺 原始要求教育部一個月內 針對校園中人格急患學生之輔導諮商處理機制 提出改善方案並送 交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第二人委員黃秀芳連署人委員吳玉 請陳曼莉 陳瑩 由美女 宣讀完畢 好 主管就看有沒有意見 好 來 請說明 謝謝委員 那因為這一個案 我們可能還要找縣市跟學校在做 實際上的了解再提出方案 是不是可以讓我們延長時間兩個月 那相關的文字我們都尊重 黃遠同意 好 那就改成兩個月 第三案通過 來 第三案 第三案 建於目前校園霸凌事件常見之處理形勢 多為被害人因焦慮退縮等情緒困擾 被導師轉介至諮商中心進行個別諮商 諮商中心僅進入班進行宣導 無法避免於特定班及暴露於霸凌者存在之環境 使之無法藉由完善之諮商提升心理健康素質 用校園中之霸凌者 一般由教官等訓服單位接手 多為威嚇處罰 既警告小過諮商輔導人員難以接觸到霸凌者 甚至在大專院校諮商能尊重個人意願 即無強制性原始要求教育部 屬於一個院內提出諮商輔導人員介入霸凌案 及修復市政義作法 介入霸凌案件之改善機制 並送交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提案人委員黃秀芳連署人委員 吳玉琴 陳曼麗 陳瑩 油美女 宣讀完畢 好 教部有沒有意見 好 請說 好 這個案是不是可以讓我們也延長為兩個月 因為我們可能要找縣市的輔植中心 還有基層的導師 我們再實際了解一下 目前在二三級的部分 我們心理諮商下兩個月 換位可以嗎 好 來 延長為兩個月 通過第五案 第五案建於軍神衛生法 第十十二條強制就醫規定 自九十六年修正九十七年施行以來 強制就醫人數自九十六年三千一百七十一件逐年下降 棄至一百零四年僅剩六百三十四件 日前更因政大搖搖哥強制送醫事件 讓強制就醫引發社會極大的爭議 強制就醫人數減少的原因為何 強制就醫門檻有無調整之必要 強制就醫設計作最後才斷 原要求衛福部針對精神衛生法第四十二條 以下關於強制就醫規定提出檢討及修法報告 並於一格月內向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 提案人委員蔣萬安聯署人委員王玉銘 陳怡銘先讀完畢 好 請問主管就跟你們有意見 報告委員 這邊我們建議是基本上統一 建議是在跟報告中間是不是能加一個研議方向 因為那個修法不是短時間內就可以訂出很清楚就把它做完 所以在這兩個月頂多一兩個月頂多能訂出一個方向來而已 是不是加一個研議方向 好 來 蔣委員同意好 好 那就按照這個司長 要召集相當多的委員來討論這個事情 一個月 好啦 可以啦 一個月了 好 那就是一個月 然後其他文字按剛剛司長修正的文字通過 來 第六案 第二案 鑑於身心障礙者權育保障法 第五十條 第五十一條規定 縣市主管機關應一評估結果辦理服務提供身心障礙者 獲得所需之個人支持與家庭照護 但實務運作上精障者沒有辦法獲得這些照護 原因在於於目前沒有照護精障者的專業訓練 又衛福部所有補助各縣市政府衛生局聘任96名關懷訪事員 協助全國2442名公共衛生護士 共同提供142416名精神病患之社區追蹤保護工作 然人數是否足夠 目前追蹤保護工作成效為何 原要求衛福部督促各縣市主管機關針對居家服務 擬定照護精障者之訓練計畫 並檢討現行社區追蹤保護工作之成效 並於一個月內提出改善作為及報告 向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提案人委員 蔣萬安聯署人委員王玉敏 陳怡民 宣讀完畢 好 來 昨晚就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有 沒有意見 要補充那個文字 對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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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剛剛有事先跟蔣委員這邊溝通 就是在倒數的第四行 居家服務擬定照護精障且失能者之訓練計畫 那後面在下一行並檢討現行精神病人社區追蹤保護工作之成效 那就改這兩個地方 這個文字 蔣委員可以嗎 可以 好 那就按修正文字通過 接下來第七案 第七案 這個文字 蔣萬安 宣讀完畢 好 主管主管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好 專案通過 接下來第八案 第八案 有鑑於校外人事入侵校園事件頻傳引發 校園安全疑慮 教育部雖以編列相關預算協助校園偏僻地區與危險角落優先設置 緊急求救鄰與感應照明燈為目前建制進度緩慢 無意於改善校園安全 原建請教育部於兩週內提出校園監視器及與電子圍離設置進程 督促家莊設置警監系統等校園安全相關設備經費立即到位 並於一個月內落實執行 提案人委員王玉銘 年屬人委員陳怡銘 蔣萬安 宣讀完畢 好 教育部有沒有意見 那這一個案以內後面有特別提到一個月內落實執行 那我們國教署今年度的預算已經在跟縣市討論分配當中 前面那一個於兩週內那四個字是不是可以刪除 這個進程的規劃跟一個月內之間同步 所以你們整個一個月內都可以做到嘛對不對 對 因為目前已經在分配預算 好 可以 謝謝 來 第九案 第九案 有鑑於新興毒品種類日新月異傳統檢驗儀器 已不服使用查新興毒品預言 國內於2012年即已列入二級毒品 然目前檢驗機構卻尚未有快篩試劑可供檢驗 難以掌控吸毒者狀況 導致毒品防治成效不佳 原建請衛生福利部會同法務部於一個月內 提出新興毒品防治之改善方案 並針對新興毒品進行資料庫建檔 提供檢驗人員相對應之快篩試劑 遏止新興毒品泛濫 提案人委員王玉銘連署人委員陳怡銘 講萬安 宣讀完畢 好 主管 主要面見 主席 由於這個案子 涉及法務部還有內政部警政署 所以我們剛剛三個單位已經有溝通過了 那我們建議做文字的修改 有鑑於新興毒品種類日新月異傳統檢驗儀器不服使用 查新興毒品預言國內於2012年記憶列入二級毒品 然目前警方卻尚未有快篩試劑可供檢驗 難以掌控吸毒狀況導致毒品防治成效不佳 原建請法務部 因為法務部是毒品的主政機關 原建請法務部會同內政部警政署以及衛福部 在三個月之內提出這個新興毒品防治改善方案 並且針對新興毒品進行資料庫的建檔 提供警方相對應的快篩試劑來遏止新興毒品氾濫 以上 前面的修正我都同意 一個月改成三個月我不同意 還是要一個月加緊 加緊要把它訂出來 不是 那個保護 就是一個月好不好 因為這件事情很嚴重大家要加緊腳步 好 謝謝 好 謝謝 文字修正就交給醫師人員 來 第十案 有鑑於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持有或適用第三級毒品者 儲新台幣2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還 並接受6至8小時毒品危害獎息 持有或適用第4級毒品者 儲新台幣1萬元至5萬元罰還 並接受4至6小時毒品危害獎息 然該罰還由地方政府收取後 並未專款專用於毒品防治上 致使毒品危害獎息淪於形式 原建議法務部應檢討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針對罰還應專款專用於毒品危害防治 包括獎息心理諮詢及後續借引 於兩個月內提出檢討報告 提案人委員陳一鳴 連署人委員蔣萬安 陳寅宣讀完畢 好 這關就要沒有意見 來 市長請 關於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這個罰還專款專用 以前行政院馮宴政務委員 也曾經要我們法務部 向各地方毒防中心來問過 結果他們贊成的反對的都有 最主要是涉及各地方政府的財政 所以我們法務部 後來這事情就不了了的 我們法務部也不敢貿然去實施 那麼如果要實施的話 涉及到修法 要毒品危害防治條裡面要修法才有強制力 否則這個錢是地方政府出的 我們不能隨便說你來出錢 這也是我們有點無可難的 對 可是我這邊這邊就是請你們要先提出檢討報告嘛 好不好 然後那個檢討報告出來了 當然接下來我們當然應該要往修法去走啊 對 好不好 那你下次檢討報告應該先給我們 檢討報告應該是沒有問題啦 但是修法方向可能就大家就討論了 對 就是檢討 他沒有直接說修法 就檢討是吧 對 檢討報告 檢討報告應召開公聽會 廣邀各界參與討論一套合乎醫療專業人權 且實際落實此法之道 說明請參院書面資料 提案人委員李彥秀 連署人委員王玉銘 請蔣萬安 宣讀完畢 好 主管主管有沒有意見 沒有看到這個 沒有看到這個提案嗎 欸 醫師任這份後來補的 怎麼沒有給那個 好 請主管主管再看一下 這個是召開公聽會 這個是召開公聽會 應該是還好 對啊 好不好 好 那沒有問題 我們就招案通過 那我們臨時提案處理完畢 現在休息 下午兩點半繼續開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